高汉宇在今年的发展状态还是十分不错的 在杨幂主演的扶摇中 他是软惊天的贴身小侍卫 一级黑衣出场的他 就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强烈关注 随后在暑假热播的SCI连案集中 他饰演的SCI队长白宇童 可是聊到了不少剧里的少女心 由此也是圈粉无数 不过可惜的是 这部剧却跟朱一龙 白宇的镇魂同期播出 所以热度没有大涨上去 但是口碑却出奇的好 喜欢你低调定打 高汉宇捏脸纱太粗了 女主长相神似李青 而目前这位帅气的新兴蚁人 又有一部新剧即将要开播了 这部剧叫喜欢你十分好甜 主要由高汉宇 陈玉米 古兰蒂 林延柔 孙克杰主演 主要讲述了 有狗中贵族之称的 异能者七勋和落魄少女 封双双二人之间 由欢喜冤家到 因家族纠葛而错失 最终又破镜重源的爱情故事 看这剧情还是十分的新颖 因为在近日热播的 《我与你光年》的距离二种 王以伦饰演的男主 就拥有超能力 这可妥妥地赚足了很多剧粉的眼球 然而这部剧中光看预告 就比王以伦的那部剧要甜多了 画质也十分的小新兴 在最新的预告中 高汉宇饰演的齐勋 也是多次向陈玉米 饰演的风双双 使出了自己超能力 就连接个吻 都能用上这样的剧情 也是很高甜 而且当风双双 想去一个地方时 齐勋也是可以带着他 迅速来到目的地 这样连车票钱都省了 这样的爱情有谁不想要的 其实高看女在剧中虽然十分的帅气 但是多看两眼 发现高看女在剧中 就是妥妥的狗中贵族了 时不时就会向自己的女朋友撒个娇 卖个萌啥的 难怪风双双会这么喜欢呢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齐勋只能对风双双使用超能力 于是两人也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然后就展开了一段十分浪漫的爱情故事 不过在这部剧中女主陈玉米的长相 也是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热意讲真 她笑起来的时候 这长相真的太想理性了 不过她更多的还是有一份稚嫩 在预告中其实出现最多的画面 就是高汉宇的捏脸上了这一招 真的是太酥了 捏着脸深情看着双双的样子 真的是太难了 幸好双双脸上还有点肉 所以捏起来也是十分的可爱 这也证明了 这个女主长相 还是十分天然的这部级剧名 剧情都高甜的网剧 怎能不期待呢 最后 这部剧目前已经低调定当 在腾讯视频播出了 将会在12月24号 也就是圣诞节的前一天 正是跟大家见面 而且该剧也只有短短的24集 一个月就可以顺利追完了 今天下午还会是一天真正的 看下午的一天 小雨水 下午的一天